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釋逢周日 入场的人未停过 进来 他们买一些心头号 很特别 看要等价 看他们喜欢的那些 太多人了 买完之后就可以 不用空价价了 看对就买 亦有一家大小 专门来看儿童书籍 假期 私卖又不用上学放书架 都只是看儿童展区 看书和其他物品 大坨价 一百元一代 这个摊位就减价促销 我们今次放书展 主要都是要买完的书 一百元一代的人会比较受乐 我们就会继续用一百元一代的marketing 去到第二天的夜晚 我们开始推出一百元一代的时候 我们的 profit 是大了很多的 很明显 客人都比较受乐 为期七日的书展 将会在星期二结束 整个展期 除了有书买 还有展览和讲座 给入场的人士参加 M21news记者 何乐仪报道